哈囉,今天來介紹一下 用到那個光感引起的一個應用 那這是一個香港的一個例子 這個是用那個 至高的積木架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積木這邊用兩片門片 中間故意讓它是可以穿透的 重點是裡面這一顆光感引起 你當這個口開的時候 對準它的時候比較亮 那如果說我拉起來的時候會比較暗 那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做我這個往回的這個動作 做一個判斷 判斷說我這個動作是有來回籌換的 那這其實是模擬一棵樹 那這是一個鉅子 做一個鉅樹的動作 那這邊呢有一個造型 那造型這邊呢 其實是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然後就是 這是斷掉的樹 然後呢 另外一個造型是底下的那一節 底下的那一節 那當然 上面這一段呢 它寫的程式呢 是我每 那個鉅子呢每拉動一次 也就是說它有偵測到我的值能有所變化的時候 這個角度都要變 讓樹呢是慢慢的倒下來的 那等一下看示範就知道了 那當然 我的實體的那個積木的鉅子呢 在拉動的時候呢 這個 鉅子呢也要做一個移動 移動的變換就對了 好那重點在是說 這個門檻子要怎麼設定 好那其實很簡單 我們可以齁就是在開著的時候 開著的時候偵測它的值 比方說現在的值看一下 大概現在的值是 440幾 440幾 好那今天呢 我們再把它 拉動一下 也就是我 關起來的時候 那個值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390 那取中間值就好了 440 跟390 取中間值 大概是 400 110多 420左右 大概415左右 大概415左右 好 取中的一個中間值 那你只要呢 有經過它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都會 大於這個門檻值 那如果說是遮住它的時候 就會小於它 用來判斷這個動作就對了 好那我們來 把這個做放大 來做一個示範 好現在就來做一個示範啊 好現在就來做一個示範啊 這個 這個 樹呢 每拉動一下就會減幾度 那 慢慢的 聚多次一點呢 這個樹呢 就會倒下 好那 利用這個 光感應器 好 那搭配實體的這個 積木 好 配合啊 這個 虛擬的這個樹膜 做一個 角度的一個 啊 變化 來達到這個 砍樹的一個效果 這個是 香港的 小朋友呢 他設計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把它實做出來 好 書快倒了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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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